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门播报 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姆·麦克莱姆11月22日表示 鉴于过度需求的消失和疲软的经济增长 预计将持续数月 利率可能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此前 为了控制不断飙升的通胀 央行在去年3月至7月期间进行了十次加息 将利率推至升至了22年来的最高点5% 加拿大10月份的年通胀率大幅降低 由9月份的3.8%降至10月份的3.1% 但依然高于央行设定的2%目标 麦克莱姆指出 收紧货币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利率现在可能已经足够 让我们恢复物价稳定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仍将疲软 但他强调 如果通胀不继续下降 央行仍准备进一步加息 根据会议纪要 在10月利率决定之前 央行6人管理委员会就是否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目前还不清楚麦克莱姆属于哪派 如今他表示 央行需要在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和采取过多行动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麦克莱姆的讲话 与之前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的言论一致 及利率可能已经见底 这一观点也符合分析师和货币市场的普遍预测 及央行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在明年年中降息 对此 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中 麦克莱姆表示 在降息之前 央行正在寻找核心通胀指标的持续下降 核心通胀在10月份有所下降 但一个月并不是趋势 他说 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看看核心通胀率下降 才能证明我们正在走向2%的通胀率 我们不必等到通胀率回到2%才降息 但我们确实需要等到很明显我们正在走向通向2%通胀的道路上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降低利率 最近几个季度 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持平 失业率升至5.7% 麦克莱姆表示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将保持疲软 货币政策正在按预期发挥作用 更高的利率正在挤压许多加拿大人 但正在缓解价格压力 为了在未来几年恢复低通胀和增长稳定 我们需要这些更高的利率和短期内的缓慢增长 麦克莱姆将当今的通胀动争 与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进行了对比 他说 这次央行采取了更有力的行动 通胀预期比上世纪70年代得到更好的控制 当时的通货膨胀也是由全球事件引发的 导致了与今天类似的后果 那就是人们感觉被敲诈 因为他们的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 工人罢工长期而频繁 尽管当时的政策制定着 尝试价格和工资控制 以及缓解货币供应的增长 但政府和央行不愿意坚持到底 限制政府支出并收紧货币政策 以消除经济中的通胀压力 其后果是加拿大人十多年来 一直生活在高通胀之中 当政策制定者意识到 他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时 通胀已经在经济中根深蒂固 麦克莱姆表示 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是 对抗通胀不能半途而废 忍受通胀可能带来的压力 冲突和不确定性 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周三发生在尼亚加拉加美边境站的 汽车撞毁事件 引发渲染大波 在经过一夜的调查后 目前案情已经逐渐厘清 有媒体报道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两名死者可能为一名纽约当地男子和他的妻子 他们原本计划周三晚上到多伦多 参加乐队的演唱会 但不幸的是 他们在边境站发生了意外 这则消息 由CNN报道 他们据称有执法部门的消息 是透露这对夫妇的身份尚未确定 但据说他们住在纽约西部 当时他们正驾驶着一辆超速行驶的兵力汽车 突然汽车撞上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之间的交叉路口 随后起火 爆炸立即引发了人们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并促使安省和纽约州官员 暂时关闭了两国之间的所有边境桥梁 以及附近水牛城机场的飞机起降 几小时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纽约州州长共同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 但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显示 驾驶汽车的遇难夫妇原计划当天越过边境 去多伦多参加Kiss演唱会 但由于主唱换流感 这场演唱会周三临时宣布取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这对夫妇转而前往离边境不远的一处赌场 当这对夫妇开着他们的兵力离开赌场时 事故发生了 目前对于这起事故还在调查中 究竟是意外还是故意行为 还有很多疑问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 司机是否当时发生了紧急医疗情况 加拿大一名男子因与同事的女儿恋爱而被解雇 根据最近的一项法院裁决 他被判获得超过10万加币的赔偿金 在两人发展关系时 该男子已经45岁 而同事的女儿是20出头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 并育有4个孩子 最大的6岁 最小的1岁 2016年萨斯科政分省的吉姆凯奇 被梅多虎木江公司因故解雇 在一封解约信中 该公司表示 这是因为他没有披露自己 与米凯拉·维达尔的关系 并称这种关系 使于这名21岁的女子 作为暑期学生 为该公司工作时 维达尔与凯奇和他的父亲 罗伊·维达尔在同一个团队工作 在信中 该公司指控凯奇和米凯拉在工作时间 在公司财产上狩猎地数 相当于盗窃时间 他不当干涉了维达尔2016年的工作申请 并且在他被解雇前的一年里 他的出勤率和工作表现严重恶化 法庭收到的电子邮件显示 罗伊警告女儿 不要在凯奇身上浪费生命 在工作中 罗伊开始告诉同事 凯奇经常雇佣性工作者 并患有性传播疾病 2016年4月 维达尔不为所动 搬进了凯奇在梅多虎的家 当家人接受警方采访时 他们告诉警察 凯奇曾威胁要开枪打死他们 但凯奇断然否认了这一点 结果警方没收了凯奇所有的枪 袭击发生后不久 凯奇被叫去和人力资源部开会 史密斯说 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料 我认为原告认为这次采访 会对他表示同情 因为他受到了维达尔家族的殴打 事实上 他们对他2015年的夏天的活动 进行了盘问 特别是他和米凯拉在一起的时间过长 当然 在2015年 原告和米凯拉实际上并没有约会 不过我承认我们的关系不只是两个员工之间的关系 这名人力资源员工作证说 凯奇后来在会议中变得焦躁不安 导致他提前结束了会议 不久之后 凯奇就被解雇了 罗伊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被停止五天 他是在已经安排好的休息时间内完成的停止 根据史密斯的说法 该公司未能提出强有力的理由 来证明他有理由解雇凯奇 事实上这一举动违反了公司的进步纪律政策 该政策概述了从谈话到解雇的五个阶段 史密斯说 凯奇在工作的时间随时待命 因为他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 在信中 该公司还声称凯奇的出勤和工作表现 在他受雇的最后一年里有所恶化 但史密斯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他在规定的假期和病假之外 休过任何时间 史密斯给凯奇代替24个月通知的补偿金 扣除他在此期间 从就业保险核心工作中获得的收入 供给略高于11.7万加币的赔偿金 如果您正在制定2024年的旅游计划 孤独星球强烈建议 您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列入其中 这家旅游指南出版商最近发布了 2024年最佳旅游目的地名单 蒙特利尔是唯一一个获得最佳旅游目的地的加拿大城市 孤独星球写道 蒙特利尔一年四季都有各种节庆和艺术活动 街区变化多资 美食 画廊和奇特的商店应有尽有 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成为加拿大 最库旅游目的地之一的众多原因 但今年随着新博物馆的落成 景点的改造 餐厅的不断活跃 以及交通方式的增加 这个大都会地区 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高光时刻了 孤独星球称 蒙特利尔美术馆皇家山公园 让塔伦市场和美食天堂 是您在魁北克这个最大城市 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亮点 该旅游指南称您还可以在行程中添加的 其他必游景点包括圣母大教堂 植物园和蒙特利尔考古与律史博物馆等等 其他入选孤独星球 2024最佳旅游城市榜单的城市 包括内罗币 巴黎 雅加达和伊兹密尔 如果您等不及明年再去蒙特利尔 这里也被评为全球最适合过圣诞节的地方之一 孤独星球杂志称起为加拿大最时髦的城市 并重点介绍了起舒适的法式餐厅 奢华的购物场所和充满活力的节日 他建议在美丽的令人瞅目结舌的 圣母大教堂庆祝圣诞节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